文约小强 大家好,又到了每周一素揽漫画的时间了 通过留言,小强发现 大家对上周登场的这位神秘小朋友都十分好奇 那么本期节目中,小强就为大家揭晓 能从杀星观音手中救下白狼的这位小朋友到底是谁 事不宜迟,开启今天的旅程吧 16年前,天宫中一处阴森诡秘的地方 一个身影悄然出现 那正是天界的大佬,帝氏天 他手里捧着奇精来到一个阵法当中 并将奇精放了进去 突然间,一个身影出现在他身后 帝氏天,你在做什么? 这个阵法会把奇精的力量急促吸走 你这么做是错误的 说吧,此人要将奇精夺走,却为帝氏天打断 如来,别多管闲事 奇精是我的,我想怎样,与你无关 我们委托唐三藏求取奇精 是为了世间正道 你若对他另有所图 即便你是天,我也要阻止你 帝氏天轻蔑的一笑 就凭你 随后,便向如来发起了攻击 猝不及防的如来被帝氏天打了一个猎血 如来感到,就在这刚刚的攻击之中 好像夹杂着天众以外的力量 看来他的怀疑没有错 帝氏天果然堕落了 顷刻间,如来狠击地面 只见地面被震得凹陷下来 而奇精也被震气落到了如来的手中 帝氏天见此情景 最向如来发起了致命一击 如来,与本座作对 你必死无疑 奇精是世间最后一点光亮 就算付出性命 我也要保护他 免受黑暗侵袭 双方猛烈的攻击响彻于羞 最终如来虽身负重伤 但也得以逃离了天宫 十六年后 北极冰原的一座冰窟中 闭关的如来感知到了奇精之世的败入 于是,他便用沙石 弃成一个小孩外貌的人偶 赶到了中途查探 原来这个小朋友就是如来 此刻,白狼被沙心官阴困在了索妖柱上 眼看奇精要被夺走 如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白狼救下 并幻化成了自己本来的面貌 大惊失色的众人 见到小孩竟是如来 都不免打了寒一番 如来向沙心官阴走去 地势天已经变了 其精不能让你拿走 我不想与你们欲学互聘 不如我们俩比一比 我赢了 你就让他们继续上路 于是,二人签订了君子协议 就比一招后退者继为输 喂喂喂,沙心官阴 你这有放水的嫌疑哦 你们有四个金刚呢 为什么要答应如来 要单挑啊 瞬间,沙心官阴的双手四散开来 变化出千手浮屠 剑影光运之下 沙心官阴向如来袭来 一股强大的气势将对手包围 而此刻的如来则不慌不忙 起身躲过灵力一剑 绕转身子扬起袖袍 一股劲道抛出一拳 正打在沙心官阴身上 电光火石间 亲手战阵被迫 强大的冲击力 让沙心官阴飞出数米 沙心官阴 你的亲手亲眼 固然是华丽至极 但有时反而不及一心一意呢 沙心官阴慢慢起身 滚吧 你们所有人 我不想再见到你们 眼看唐僧一行人将要离开 四大金刚想上前阻拦 却被杀心官阴拦下 走出白礼后 如来的身体竟在慢慢掉落 眼见众人慌张不已 如来便告知大家 其真身还在兵中封印 说吧 如来将一串可以保持联系的佛珠 赠予了唐僧 便消失在了天际 唐僧将佛珠带在身上 并与白狼和熬雪继续赶路 路上白狼向唐僧询问以前的事情 唐僧告知白狼 他还有三个徒弟 因此一行人便继续上路 前往下一站 妖怪大道 好了 本期的素揽漫画就先到这里 在下一期中 猪八戒将要登场了 取经回来的猪八戒 有何重大转变呢 白狼一行人踏成妖怪大道 又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就让我们相遇下流一 继续悉情冒险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